大家好,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禮拜三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歐 那台北股市今天是期貨結算日 所以當期貨結算日的時候 因為我們二月份的契約 外資的這個倉位是偏向一個進多單 所以無論如何主手的鴨子不能讓他飛了 所以他竭盡所能的在結算的前幾天 持續不斷的往上做一個拉抬走高 所以今天幾乎是收在最高點 因為今天最高是10556 收盤收在10551點 那上漲是小漲39點 你要知道今天的日本股市表現沒有說很好 大概平盤附近嘛 那韓國股市還跌1% 那上海股市其實也是大概跌1%左右 到中午左右也是跌1%嘛 所以這個地方 台北股市相較亞洲股市來看 是特別的強勁 所以這個地方很顯然的 就是為了外資他做一個結算 那你看一下 他是漲的 是沒有錯的 而且也相對亞洲股市是抗跌 也沒有錯 但重點是你看成交量 這個地方成交量連續三個交易日 就是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成交量大概都只有1100億左右 他很明顯的也比禮拜五的成交量來的小 那有些人會說禮拜五有出量啊 一樣是量先價行往上做攻堅嘛 可是禮拜五是因為權重調整的關係 所以才導致說 最後一盤他成交358億 讓指數往上做一個收告動作 否則你把禮拜五這個尾盤最後盤的大量扣掉 包含過去的兩個禮拜 他成交量都是呈現一個偏小的狀態 那我們提過非常多次了 這股票要上漲 最重要是什麼 上升的動能 你必須要不斷的天才火進去 火才燒的旺嘛 如果你這個火不一直往 一直持續的放進去的話 那這個指數他怎麼會漲很多呢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他就呈現一個小碎步的一個走高 那既然現在已經結算完了 那二月份倉位也結束了 重點是你要觀察三月份的倉位 到底有沒有持續的偏多 那外資有沒有充分的轉倉 不過從目前看起來 這個盤國際股市已經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接下來這個盤 他開始會出現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震盪 那震盪的幅度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上跪的部分 也是同樣的狀況 你看 為什麼說多空在這個地方 即將要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表態 因為你看這個K棒 他的這個K棒的這個大小 越來越小根 其實從前面有沒有 前面這個K棒 他是比較大根的嘛 越到靠近這個黏線 越接近黏線的時候 他的K棒越來越小 就代表說這個地方焦頭 是比較沒有那麼熱絡的 大家都保持了一種比較謹慎的一個態度 那個股他是輪流表現沒有錯 那為什麼他個股會輪流表現 而且輪動速度很快 因為錢變少了嘛 你看這個成交量 上跪代表內置的心態 上跪的成交量也越來越縮小 越來越縮小 所以這個地方投資朋友要特別的留意盤加速震盪 手上有獲利的股票 要陸陸續續的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好 那當然盤面上個股表現 現在最熱門的 從之前的光學族群 慢慢又回到這個PCB族群嘛 從PCB的族群來看一下 這個3037的星星嘛 今天又再創波段星星高 那星星做什麼的 他是做這個IC載板嘛 他是連接IC跟PCB的一個橋樑嘛 他的股價 今天再創波段星高 成交量也比大 也比這個大盤 相較大盤是成像放大 因為大盤是量縮嘛 但他是量增 而且是最近的一個 兩個月以來的一個波段的大量 所以股價 他可以支撐股價往上走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月線 月線是不是還在相對的低檔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是日線嘛 日線創新高嘛 可是月線呢 月線還是相對低檔的一個狀態 那5G時代高頻高速基板 他是相當值得留意的 他是一個長多的股票啦 其實不只他 包含像這個8046的南電 也是同樣的狀況嘛 今天也是創下整個波段以來的最高價 成交量也是明顯的放大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長線呢 你看其實長線南電的位階又更低了 他股價橫盤整理好幾年的時間 終於在這個地方 他月線在低檔 終於成交放大 開始慢慢的往上走高 其實未來啊 包含像5G時代 AI 包含像網通 還有繪圖的各個方面 都會需要使用到 這個ABF的這個基板嘛 高頻高速的基板 所以像這樣子的股票 是長線看多的 長線看多 而且包含 我們知道那個下游的PCB板 他是看多 可是你看喔 連最上游的設備上 你看我們在12月12號 跟大家分享這個6438的訓得嘛 他做PCB的設備嘛 他的股價上衝下起 整理好一段時間之後 最近你看喔 他休息了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最近開始 今天又往上做一個走高 而且成交量也是放大嘛 那下游好 上游的設備上 當然也會水漲船高嘛 只是重點是 買這樣子的股票 你必須要耐著住震盪嘛 那長線持有 其實前波的高點 還是有機會往上做一個突破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5340的建榮 建榮是什麼 做這個波纖布的嘛 也是PCB整個產業鏈的一環嘛 那你看 他之前是漲非常非常的兇 雖然有經過兩天的一個修正 那沒有跌破這個月線的部分嘛 因為月線的趨勢是往上走的 那今天又接近 準備要隨時隨地 有機會創下這個波段的新高嘛 那成交量 今天也呈現一個明顯的一個放量 放量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包含像這個金像電 2368也是同樣道理嘛 你看 整個產業 整個PCB產業裡面的股票 一檔一檔接一檔嘛 而且也是這個經過橫盤整理之後 成交量開始有一次放大嘛 那以前他做光電板比較多 那現在開始 他把這個伺服器用版 跟這個網通用版的這個 比重拉高 所以這個地方 他橫盤整理之後 只要成交量放大 你會發現股票 目前在PCB這個族群面 開始輪流漲嘛 輪流一變之後呢 那就有機會換他往上做一個攻擊 那包含像我們之前非常看好的台表 可以是一樣嘛 這個是新春開紅盤的這個往上的跳空缺口嘛 其實他還是守在這個跳空缺口之上 只是說他股性真的是很牛啊 而且是上衝下洗的 那最近成交量有稍微縮一點點 不過他的這個 昨天有一個往上攻高 之後又往下打回來嘛 就是他還在洗盤啊 那今天看起來這線型呢 把昨天的上影線又整個收復了 那只要成交量能夠放大 我想其實整理之後啊 前面後的這個高點 也是有機會往上做一個攻擊的 好 那再來呢 給大家分享的一個是說 三星的S10熱賣 那三星S10熱賣 這個手機這個大熱賣 今年預估銷量超過4000萬支 對什麼有幫助呢 對什麼有幫助呢 你看 這個就是他的穿戴是無線充電設備 有沒有電源線再見嘛 將來的趨勢 有沒有就有這個三星代行 本來是蘋果在兩年前 他們就準備想要退出這個無線充電 AIR POWER嘛 但是一直做不出來嘛 那三星理先 他推出這個多款的無線充電的 這個穿戴設備 最重要的是他已經新推出來 他自己的無線充電板了 無線充電板 所以我們看到三線手機熱賣 那無線他還有推出很多的 這個無線充電裝置嘛 包含像這個手錶的部分嘛 然後這個手錶有什麼 穿戴是裝置有著運動功能嘛 你可以監測你的心跳啊 心率等等的 相關的一個產品越來越多 但是這些設備 你都必須要怎樣 要充電嘛 那你接下來 你的未來趨勢是不用充電線 你當然就使用這個充電板 充電板會隨著這個手機的銷售增加 還有包含這個手錶銷售增加 充電板的消失量當然也會水漲船高嘛 那我們看一下這充電板 其實這充電板賣的不算便宜哦 他市價也要2190塊左右 那這個是雙座的 你一次可以同時充兩個裝置 同時充兩個裝置 好 那當然無線充電板裡面最重要的供應商是誰 這無線充電軟板嘛 在台灣裡面有非常 就是能夠成為三星的供應鏈的這個廠商 這個台廠是相當相當的稀少的 像3321的同泰 他就是提供無線充電的軟板 給三星做使用嘛 所以三星的手機賣越好 三星的充電板賣越好 那同泰他的營收就會水漲船高嘛 而且他股價在整理末端 今天很明顯有出量做供給嘛 那這個地方是之前往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他都沒有回補嘛 那現在又出量供給 而且這家公司他去年開始第三季 他的毛利率是由負轉正嘛 那今年當然是呈現一個 利拼虧轉盈的一個狀態嘛 那以往我們都知道 很多公司他只在由虧轉盈 他股價都漲很多 那像這樣的股票呢 當然也值得大家留意 你剛剛是看短線嘛 那這是長線 周線的狀態 你看周線 周線還在低檔嘛 重點是說 之前的這個新聞媒體的報導 就是訪問公司嘛 公司也認為說 這個二月份有在做一個產線的調整嘛 調整結束之後呢 那三月份的業績 渴望開始成長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三月底了嘛 那四月十號開始 我們就可以公佈這個三月份業績 我們就重點觀察他的業績 到底有沒有如他所說的 出現一個明顯的上漲 但是我相信股價會預先反映嘛 那到底 這個地方是有機會 因為成交量是開始有一些放大的跡象 好 那為什麼我會盲看好這個區塊呢 你知道那個iPhone嘛 iPhone從這個iPhone7開始有沒有 他就沒有這個 從 就沒有這個耳機孔 iPhone7 那你看喔 當你沒有耳機孔的時候 你是被迫 你就是要買他這個無線藍牙耳機嘛 那當你 當這個iPhone開始推無線藍牙耳機的時候 飛屏正宜 他們也開始陸陸續續推出 屬於他們自己的這個無線藍牙耳機 因為這個蘋果的無線藍牙耳機真的賣太貴了 一個接近五千塊 接近六千塊左右的一個價格 那是非常非常高貴的 那可是你看喔 未來如果iPhone他也取消這個充電孔呢 那無線充電板AirPower是不是會大熱賣 那AirPower大熱賣的話 其他相關的包含像Oppo Vivo 華為三星的這個各大的手機 他陸陸續續 如果也把這個無線的充電孔拿掉的話 那這個無線充電板當然會大熱賣嘛 而且整個出貨量會大增 所以當然對無線充電板的相關的廠商跟供應點 一定會有個正面的一個溢柱的 那這個就是蘋果的AirPower充電板 所以AirPower充電板它售價真的蠻貴的 預計得要六千塊左右 它傳是今年的三月底之前 這個春季發表會即將發表 所以現在媒體又開始不斷的去尋找相關的一個供應鏈 那你看它是同時一次可以放三個四個以上的這個充電裝置 因為它整個充電板上面都放了滿滿的感應線圈 不像其他家的廠商它的充電板 一個充電板就只有一個感應線圈 那它是一次放好多個感應線圈 那在你的手機啊 各種的行動充電裝置你只要放上去 它就可以隨意充電 那這個充電孔的消失 可能會帶來下一個世代的一個新革命 那包含無線充電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除了這個充電軟板以外 就是這個晶片的部分嘛 所以像這個零通 其實昨天股價也表現相當強勢 今天就稍微開始有一些整理 那包含像這個新唐宣德 這個盛群部分啊 其實像這些股票呢 其實它都有漲過 而且包含像這個盛群的部分 其實它股價也漲蠻多一段上來的 那像前波這個連倉的部分 其實它也連續漲好幾根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想在這個晶片的部分 也是像它值得大家做一個期待 那包含像這個是 無線充電的相關的一些廠商 比如說像這個 核碩嘛 做組裝嘛 晶岩做這個靜電IC 靜電防腐IC嘛 那像這個全漢或是喬 尤其像全漢嘛 全漢股價就是一天漲出量 然後後面休息 一天漲出量又休息 它就一階一階的 只要出量就供嘛 所以有時候做股票啊 你不要嫌說 它這個在整理的時候沒有量啊 其實只要它開始往上做供給的時候 它成交量就會明顯的出現一個放大 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在 支持QI陣營的 就是使用這個電磁感應技術的這個廠商 越來越多 包含像蘋果三星華為OPPO LG等等的陸陸續都在使用嘛 所以我想 如果這個AirPower真的在三月底正式上市的話 那它一定會成為一個市場上主流的一個焦點 那相關供應鏈一定會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好的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囉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